王浩大哥怎么看 第一这个关于这二十字真言 我自己也写了一个二十字真言 相对来说 第一我是觉得这个和平靠国防 不是国防靠和平 这个因果关系要倒过来 只有强大的国防才能保卫和平 第二一个是立国靠科技 这个国家的固本强国是靠科技 至于是不是靠日本的科技 还是美国的科技 还是以色列的科技 还是台湾自己的科技 最本质上还得靠台湾自己的科技 第三一个发财靠市场 这个市场是全世界的市场 并不一定是中国的市场 虽然说台湾现在每年对出口 中间40%是到中国和香港的 但是这个40%里面 起码有三分之二 经过加工以后又出口到美国和欧洲 所以本质上来说 台湾对于欧美的出口是超过50%的 对 而且本质上来讲 中国大陆前十大出口商有八间是台商 其中主要都是组装厂 组装厂包含了富士康 是全中国第一大出口商 他把关键零组件组装完了 然后呢出口到美国 所以回头来讲 很多人都断章取玉说台湾依赖中国市城 市城有很大一部分又转出口到北美市场 所以最后我一句话就是 未来要靠自己 台湾的命运最终还是由台湾人自己来决定 不过接着刚才关于这个全球产业链的问题 来回头讲一讲 过去20年台湾经济GDP的这些数据 刚才你那个表格 关于四任总统的那个GDP 四任总统的GDP的数据 其实是有递减状态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比较仔细的分析的 因为相对应回答韩国瑜的对前三任总统的批评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误区在哪里呢 是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从50年代到李登辉 1999年这中间50年台湾都是高速增长的 所以你整个经济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平台以后 经济增速开始放缓 这是一个自然现象 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要经过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第二一点就是台湾经济开始放缓 主要是在2000年加入WTO以后 这跟中国是同时加入的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全球化的结果 那么全球化的一个很大的后果 就是台湾产业链搬到中国 和台湾对中国的投资的大量增加 这里面刚才这个惠正也举了一些数字 就是台湾的本地私人投资的增长率非常之小 过去18年来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 我以前在这个节目上有提到过的数字 就是台湾人在海外的投资资产 世界上排到第五位 实质的这个资产有1.2万亿台币 相当于GDP的两倍 这在全世界是绝物仅有的 就是说实际上过去 2000年WTO以来 台湾人大量的往海外投资 主要是向中国投资 所以造成国内的GDP的增长缓慢 因为在中国投资所产生的GDP 并不算在这个台湾的GDP上面 所以这个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说 韩国瑜在节演讲中也提到了 跟韩国的比较 这里面一直到2008年 台湾的数据实际上是 GDP是高于韩国的 人均GDP 2008年09年以后 才慢慢开始低于韩国了 因为韩国恢复的更快 从这个全球金融危机以后 但是当然这里面 跟马英九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特别是我刚才讲到了 台湾大量的往外投资 这个加速阶段主要是马英九时期 因为马英九时期的政策上 是非常鼓励大家往外去投资的 那么但是即使这样 今天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字 以这个采购这个PPP 就是购买力调整的GDP的话 台湾大概是5万美金人均 而韩国和日本都只有4万美金 所以实际上 因为韩国跟日本的物价比台湾高 对 房价也比台湾高 所以就是安购买力的人均GDP来说 实际上台湾是高于韩国和日本的 甚至高于日本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说很大程度上是看你实际生活水平 不能完全看这个市场的GDP的比较 这个实际上是有一些误导的 那温昊大哥你也曾经用这一套论述去讲 这里头有国与国之间可以比较的差异性 也有城市跟城市可以比较的差异性 比方说台北跟高雄 我整理给观众朋友看过 台北的去年大概加户平均所得134万 高雄的加户平均所得是不到90万 那台北跟高雄的差距 表面上有加户所得的差距 实质内容上有房价的差距跟物价的差距 房价最直接的差距是台北一个小公寓 如果是天龙国的天龙市区的话 没有3000万你买不到 然而这样的空间位置 在高雄可能1000万 你可以在高雄市中心买得到 再来台北的珍珠奶茶 我今天刚刚买一杯 不要说珍珠啦 没有加珍珠也要60块了 这是台北的物价 然而你离开了台北 奶茶其实是50块以下 可能30块40块 南部都买得到 所以这里头就有实质购买力 跟实质的房价物价的差异 所以高雄是不是又老又穷 在比较台北的时候 是同一个结构 那台湾比较南韩 或者比较新加坡的时候 也可以建立在同一个结构的逻辑基础 对 就是所以为什么大家要 做一些购买力调整过的GDP的比较嘛 就是人民的实质生活水平 台湾跟韩国跟日本的差距 实际上台湾是比韩国和日本好的 而相对跟香港和新加坡的差距又没有那么大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比较更重要的就是说 新加坡和香港过去几十年的发展 一个很大原因是一个金融业发展 全球化带来的金融业的高度的发展 股市债市的这个银行业的发展 那个过度金融化 造成了整个经济的泡沫化这个结果 那这个情况呢 相对来说台湾是没有的 就是台湾的金融业发达程度比香港新加坡差很多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原因 我又在这个节目上也解释过 一个本质的原因是因为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法律制度的不同 那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 也是跟全球化的这个资金产业链 这个服务业的有关 因为台湾总体来说 这个经济是靠产业靠工业来立国的 而这个香港 尤其是香港 它的经济是非常空洞化的 是完全靠金融来立国的这样一个状况 好我们广告之后 再回到节目现场